當然神經科看到 維他命B群缺乏 不是只有單單說 嘴巴破 舌頭破等等那一些 其實我們看到的話就是 最近有一個就是 70幾歲的一個先生 身體很好 很硬 都沒什麼看過病 為什麼還來門診 他說 家屬說 最近一直重複一個問題 你是誰 剛剛我們去吃什麼 吃過了嗎 我問他說這種症狀多久 他說大概十幾年前 開始有這種感覺 開始有 只是最近的頻率越來越明顯 可是他以前那些 小時候的事情都記得好清楚 真的檢查他真的沒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做了 還是一樣四肢症整套 腦部的掃描 抽選 那抽選裡面其中一個 我們會抽的就是 代謝性的問題 其中會常見的就是 他就是一個 B12缺乏之後造成 後來回頭我們再問說 那大哥以前是不是 我說對 他從小時候出生沒多久 就開始吃素 我們常碰到說 這次維生素B12缺乏 或者葉酸缺乏 很多時候這是因為 他沒有吃到肉 長期下來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 神經那些傳導 久了之後真的會影響到 我們的認知功能 最重要一點是說 拖了那麼久之後 大家會問說 那我維他命B12補充之後 肌力會不會變好 會不會變得比較聰明 答案是不可能 可是我們還是會補充 因為希望他 退化的速度不要太快 你們是出家人都容易健忘 有些真的會 對 其實我有幾個真的是有 可是他經念得好 因為從小就念他嘛 對 很習慣 所以每一部經他都念得很好 對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些動作 他以前常做的事情 他不太會忘記 可是最近的事情可能會忘了 睡眠品質差 我就是睡眠品質超差的 你有五寶你 睡眠品質差 睡眠品質差 他不是睡眠品質差 他有在睡嗎 沒有 對啊 你是 睡眠在睡沒錯啦 睡很少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是我覺得 從今年35歲過後 我會覺得 比往年還要更來的疲倦 睡不飽 其實像我平常真的可能只有睡 可能三到五個小時 因為平常睡眠品質就不好 我可能晚上睡個兩三個小時 我就會醒來 突然醒來 然後就再也睡不著 可是接著早上 我就要幫小孩準備早餐 所以其實 睡眠時間不足 睡眠品質也差 我就會想說趁著假日 趕快睡個十幾個小時 來補眠一下 可是我覺得每一次假日睡醒來 是 變成我現在起床 都一定要咖啡跟茶 可是我以前真的不用 以前真的覺得自己年輕 有體力這樣 現在真的完全不行 所以我就上網去找 看看我是不是缺什麼維生素 結果發現我缺得還滿多 因為我今年初開始 我胃口就不太好 妳缺一份安靜 沒有 真的 有可能 有可能 我早上胃口不太好之外 我又很忙 所以我常常一天 就只吃一餐而已 所以其實好多營養素 都沒有辦法從食物中攝出 我就去買很多的保健品 我就看到很多文章說 可能缺什麼我就買什麼 我買真的超多 我買什麼鈣美芯 然後還有什麼ABC 維生素ABCD 我都有買 我可能比較缺什麼 可能當天我沒有吃到水果 就會吃個喜 而且我之前還聽人說 如果想要睡得好 就是睡覺前吃一顆B群 你就會可以幫助睡 可是人家就說B群 不會太興奮 這點我正想要問那個剛剛 B群是可以穩定神經的 所以我建議你有睡不好 你是因為神經緊張壓力的 你要吃的是低劑量的B群 可是我又聽人家講 你吃B群我很High啊 放鬆神經 放鬆神經 所以要低劑量 你不要吃太高劑量 你剛剛說你買了哪些東西啊 我買有 然後還有維生素A 你說這些都是為了睡眠買的 不是 我就想說我平常吃 吃的就不好嘛 然後我就想說隨便 看今天沒有補充哪一個 就吃什麼 我就吃哪一種這樣子 這集錄完之後要買更多 等一下如果沒上面寫的 你沒買到就補了 還沒買 好啦 沒關係 睡眠品質它到底缺什麼 只缺澱粉美甲 而且會嚴重心率不整 澱粉 保健食品 因為它一口氣吃了 將近十種 當你睡眠品質不好的時候 你身體其實是處在一個 慢性發炎 當你吃了那麼多保健食品 你會變成身體變成 促氧化 意思就是說 你體內的自由基會變多 你發炎指數會變高 所以反而對它的生命危險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所以它其實是不能夠 在睡眠不足 然後身體發炎的情況之下 吃那麼大量的保健食品 那我們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特別講 就是澱粉的東西 就是因為澱粉 我們通常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躺在床上 我們希望怎麼睡覺 就是你要放輕鬆 你要放鬆 心情愉快 你才能夠入睡 那放輕鬆 我們體內就會合成一個 叫血清素這個物質 血清素我們俗稱就是 快熱荷爾蒙 讓你放鬆 那它的原料是什麼 它原料裡面 大家耳熟能響的 一個是色胺酸 另外一個就是澱粉 那我臨床上 有一個蠻特別的案例 因為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有一個女孩子走進來 然後我以為 她是要看體重控制 她情緒就不是很好 她坐在我對面的門診的椅子 上面的時候 她就一直就是 一直叹氣 然後因為她拿了一杯水 她就一直這樣 就是一直把那個杯水 一直這樣弄著 我想說她情緒怎麼這麼不好這樣子 她覺得她最近睡眠不好 然後人也老了很多 因為她同學聚會的時候 她同學跟她講說 你看起來怎麼老了10歲 因為她看起來像30歲 看起來像40幾歲的女生這樣子 然後她的上班的時間 就是朝九晚五的時間 她們到三點的時候都要開會 結果她每次開會 她都會甩筆 甩筆 然後甩那個文件夾 她自己講的 因為她不自覺的 她就會生氣發脾氣 然後罵同事 然後罵他們所有的 就是同事 每個人都罵這樣 然後反正同事提的案子 她都會反對這樣 有一次嚴重到 就是她老闆叫她進辦公室 然後問她說 妳那個什麼事情沒有做完 結果她指責老闆的鼻子 罵了她三分鐘 然後她是自覺的 就是脾氣很差這樣 那因為還好她老闆是女生 她老闆就跟她講說 妳是不是最近減肥 減到都沒有吃東西 她就說 對 因為我最近減肥 就是因為要控制澱粉 所以她其實都沒有吃澱粉 所以當妳沒有吃澱粉的時候 妳的血清素合成不足 妳當然會影響到睡眠 那妳影響睡眠 妳早上起床 妳精神不好 妳人就會暴躁 然後加上沒有澱粉 妳血糖不夠 妳人也會暴躁 所以它是一連串的關係 我說妳中午的時候 可以吃一些好的澱粉 比如說像蕎麥麵 地瓜 然後或是糙米 這些其實都可以攝取 那如果晚上真的害怕吃澱粉的朋友 其實為了睡眠 我建議可以吃一點水果 比如說像那種香蕉牛奶 或是木瓜牛奶 那為什麼我們會提到 就是每次睡眠都要吃這個 因為香蕉裡面有色胺酸 然後我們的牛奶裡面 其實除了碳水化物之外 它也有色胺酸 所以它這樣的組合 其實可以幫助入睡 然後讓妳脾氣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當妳的女朋友 或是妳的老婆 情緒不好的時候 睡眠不好的時候 妳就可以給她一杯香蕉牛奶 那晚餐吃地瓜可以嗎 可以 晚上其實吃地瓜可以 就是好的澱粉 不會很不脹 不會脹什麼 就是會脹氣 可以搭配一些 比如說消脹氣的 比如說像飯後吃一些鳳梨 然後或吃一些奇異果 其實可以 對 事實上就會讓你比較舒服 然後我每次在減肥的時候 我老公的皮就會繃很緊 因為就減肥就不吃澱粉 我真的 我是自覺脾氣不好 然後她會覺得太可怕 說妳不要減肥 妳就吃澱粉好了 這裡面寫了兩個這個美甲 這我們知道是電解質 大家電解質不平衡 大家常聽過 好像覺得也沒怎麼樣 其實電解質不平衡 有些真的會致命 那我們就曾經碰過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 算是年輕的一個女性 這個半夜 有她一個很年輕的小 小女兒陪她來掛急診 看起來就營養不良 然後女兒帶她媽媽 就跟醫生講 轉述媽媽症狀 就是媽媽都不吃飯了 這天都倦怠無力 都一直躺在床上 都不起床 再問一問之後 她媽媽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敘酒的一個女性 躺下來之後 我們就打點擊 好幾天沒吃飯 就順便做一些抽血檢查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鎂 我們一般的抽血 初步的這種篩檢檢查 其實鎂並不是一個 例行性的檢查 但是因為醫生看她的 營養狀況不好 醫生就順便幫她抽了一個鎂 打點擊再等 然後就等抽血報告 大概打了十幾分鐘之後 她女兒就跟護士 找護士說護士阿姨 護士阿姨 你幫我看起來我媽媽 我媽媽在翻白眼 我說翻白眼 護士為什麼翻白眼 去看看 她卻說 那不是翻白眼 而且叫不醒 醫生一看了之後 就馬上把她推到急救室去 推到急救室去之後 也不翻白眼了 停下來了 但是不僅叫不醒 也沒有護士 所以醫生主要 馬上就拿這個電擊板 馬上立刻看 看完之後 她就呈現一種 非常非常遏制的心理不整 我們叫多形性 心事頻慢 心理不整裡面 如果有排名的話 她那個排老二 還好她一電完之後 就開始慢慢慢慢 恢復呼吸 就是電擊成功了 而電擊成功 醫生在做一些檢查之後 去追這個美的這個報告 結果 所以它就是一個 她長期喝酒之後 營養攝取極度不均勻 造成一個低血美症 尤其是長期喝酒的病人 營養不難症 它會造成嚴重的心理不整 像這種 如果你沒有馬上給它電擊的話 其實如果它睡夢中發生的 隔天早上就是已經離開了 所以像電解質 包括甲也一樣 低血甲 高血甲 低血美 這種都會造成 這個嚴重致死性的心理不整 像美 你正常的飲食攝取 你只要不是特殊偏食習慣的話 一般來講 攝取都會從正常飲食攝取到 它在哪個食物裡面 美在兩大類的食物裡面有 一個是所謂的綠色蔬菜 所以一般像我們營養調查 我們綠色蔬菜 我們國人一天吃不到一碗 所以相對美 確實比較容易缺乏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吃綠色蔬菜 從堅果裡面來 那堅果裡面 像開心果 杏仁果 它的美含量都特別高 甲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帶籽的水果 其實你仔細看 有一些水果它有一顆一顆的籽 比如說像香蕉裡面 是不是有黑一點點的籽 然後小番茄裡面是不是也有籽 對 然後奇異果裡面也有籽 那這種帶籽的水果 含量特別高 那在蔬菜裡面 我們把它歸類在菇類 比如說像金針菇 香菇 草菇 這一種都是含甲量特別高 甲會融在水裡面 所以如果你喜歡就是高溫烹調 或者是喜歡那種 煮東西煮比較久的這一種 那甲確實是容易缺乏 也有很多東西 那種運動的地方 然後你每次下載 那就要做到